林鄭月娥就說有條紅線 她是紅線女 不過得 不好意思 是有三條紅線的 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 一條 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 第二條 第三條就是 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 第三條 都是對底線的觸碰 都是絕不允許的 所以說只有一條紅線是自欺欺人 有些人說該你死吧 華國 你以為你可以避開嗎 你以為泛民的主流派可以避開嗎 我問你們還能否爭取這個真普選 很多人覺得現在已經是不用提 你一爭取就已經是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 因為你反對八三一個決定 一定是這樣 現在未得是因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未有二十三條 也不知找哪條例 你看他針對個人也有 針對政團也有 全部都是這三條紅線在作祟的 如果林鄭和我們說我叫做紅線女 這三條紅線是不能踩的 我們全部人都中 你還能爭取真普選嗎 最簡單 他不會剝奪你政治權利終身 我告訴你 只要你跪地認錯就可以了 這個是狗動的自由 他不會剝奪你終身 是不是 我都會中的 一定會中兩條先 挑戰中央和 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 浸透破壞 即會懂嗎 你支持李旺陽 是不是 我覺得大家都中 你不要以為 你時辰未到 如果我們再輸一次 二十三條 很快來 因為我們已經輸了兩個位 所以任何人跟你說 哎呀小禮不行的 李翔不行的 就好像馮劍基和黃毓民之流 我不會說他是鬼 最少是蠢 最少是蠢 如果你說射下海也好 比馮劍基 根本就是公開邀請中共 叫紅線女 啟動二十三條的立法 我昨天收到一個 社民而義工的群組 打出來 我很心疼 他說現在 阿仁對阿基 即不是反DQ 我打了個訊息去 我說現在是 DQ 再DQ DQ有多少次 現在還跟我說 現在不是 阿仁對阿基 沒有這件事 各位 我真的覺得 大家 一定要 扣心扣命 一定要 立定宗旨 一定要把馮劍基 和黃毓民打敗 講得明白 是否鬼 我不知道 我通常都不會說人是鬼 但最少是蠢和錯 對於蠢和錯的東西 我們是否堅決 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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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決不支持 不要再說他們是鬼 說他們是憶 他們 因為他們證明到 我只要證明一件事 就是 我們集中票員 才能令仁哥贏 最後 我再討論 林鄭一次 她說 我信立 那個註冊官 不信立 劉小麗 那我問你 林鄭月 你的妖怪 你的白骨精 你信不信立她 你信立她 你會扑街 紅線女是信立 那個人的不信立 所以林鄭月 是什麼 是白骨精 是不是